佛教的宇宙观 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 有缘起论 例如 业感缘起 赖耶缘起 真如缘起 法界缘起 六大缘起 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 有实相论 例如 法友论 法空论 有空中度论 无上皆空论 诸法实相论 宇宙一切现象 是怎样生起的呢? 为什么万物有差别不同的形状呢? 要解释这些问题 就要懂得缘起论的 缘起论 用几种不同的层面 去分析宇宙 先讲 业感缘起论 如果将万物生起的原因 追溯于人的业力所感 叫做业感缘起 众生的身心 和外在的境界 无一样 不是由自己 身 口意 三业所产生的 因为业力所招感的果部 称为业果 它的因称为缓 因为缓和业 招集果部 才有这个世界 人生因为是短暂无常的 有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怨憎悔苦 五蕴次胜苦 所以对痛苦是很敏感的 众生因缓而造业 因业而受苦 受苦果的同时 又继续造缓业 如是者因果辰转 生死无尽 就好像花开后结果 果中有种子 种子又开花 花又结果 循环轮转于六度之中 什么叫做业呢 业是身口意义的思想行为 业的性质 有善业 恶业 无忌业 无忌即是处于不善不恶之间 善业概括有十种 即是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不耳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贪 不亲 不痴 十善业的相反 就是十恶业 善恶业力 招感果报 有迟早的分别 有些是现生报 有些下一生报 有些甚至几生后才报 什么叫做或呢 直接招引苦果的是业 而促使业去感受果报的 我们的称为华 华能够扰恋我们的身心 所以又叫做烦恼 根本烦恼有贪、亲、痴、慢、疑、恶、恶、健 而恶、健又分为身健、边健、邪健、健取健、戒禁取健五种 并称为十华 佛法将众生的迷惑分析得很清楚 很仔细 有八十八事的健惑 和八十一品的修惑 这些是需要有恒心去学习才会了解的 从根本的迷惑 产生枝末的迷惑 产生枝末的迷惑 共有十九种 一切现象 有善、有恶、有无忌 如是者轮回六道之中受苦无穷 如果想脱离苦果 必须先断灭 或叶所生的恩 当或叶断尽 自然不受果报 超脱生死苦果 正悟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了